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 报道与分析 节目 今天 我们要讨论一个热点话题 随着美国总统乔 拜登的连任竞选进入关键阶段 越来越多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呼吁他退出竞选 尽管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教堂服务中呼吁支持者保持团结 但党内的分歧和质疑声音却越发强烈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在多次私人会议中听取了成员们对拜登竞选的担忧 尤其是关于他能否在2024年击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问题 部分民主党议员甚至建议由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来接替拜登的位置 这些内部讨论和压力会如何影响拜登的竞选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报道与分析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本节目旨在为您呈现最新的新闻热点 并从多角度深入剖析今天的焦点话题 今天我们将讨论美国政坛的一次重大动荡 越来越多的民主党议员呼吁总统乔拜登退出2024年大选 根据南华早报CNN和Yohu US的报道 近期多位美国国会民主党高层成员在一系列私人会议中表达了他们对拜登连任竞选的强烈质疑 主要的讨论集中在拜登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辩论表现不佳之后 部分议员认为他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在这场私人会议上纽约州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 华盛顿州众议员亚当·史密斯 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马克·塔卡诺和乔·莫雷尔等人 呼吁民主党需要寻找新的领导人 在这一系列会议中也有些议员对拜登表示支持 并试图将焦点重新放在特朗普对国家和民主的潜在威胁上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国会重新召开 民主党内部关于拜登能否在未来四个月的竞选中 保持竞争力的讨论将更加白热化 拜登本人在周末参加了与竞选代理人的电话会议 重申他没有计划退出竞选 并承诺将更加努力地进行竞选活动 他还亲自致电一些议员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支持 然而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质疑 拜登的连任前景变得异常不确定 在这一背景下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被部分党内人士 视为可能的替代人选 一些高层民主党成员认为 如果拜登继续参选 民主党将失去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 这场关于拜登未来的讨论不仅限于众议院 高层民主党参议员也计划在本周讨论 拜登的下一步行动 弗吉尼亚州参议员马克·华纳将领导这次讨论 进一步审视拜登的连任前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次党内动荡不仅反映了对拜登个人能力的质疑 更反映了民主党内部在战略和领导力上的深刻分歧 民主党急需解决这些分歧 以确保在2024年的大选中能够有效应对共和党的挑战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分析这次事件的多重影响 首先 从战略角度来看 拜登的继续参选是否有助于民主党实现其政治目标 部分议员认为 拜登的连任将使民主党失去重新掌控众议院的机会 这种观点显然是基于对拜登能否击败特朗普的怀疑 确实 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不佳 加上年事已高 可能会让选民对他的领导能力产生疑虑 其次 从党内团结的角度来看 民主党内部的这种分裂可能会削弱 其在大选中的整体战斗力 党内的公开质疑和私下讨论显然反映了 对拜登领导力的深刻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需要快速解决 否则将影响到民主党的整体形象和选民信心 最后 从民主党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次事件可能是党内寻找新领导人的契机 卡玛拉·哈里斯作为潜在的替代人选 有望带来新鲜的领导力和政治策略 然而 任何领导人的更替 都需要党内的广泛支持和认同 这也是民主党需要迅速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 拜登能否继续代表民主党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 已经成为一个关乎党内团结和未来战略的重要问题 无论最终决定如何 民主党都需要在这段时间内迅速统一战线 以确保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保持竞争力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解析》 我们将继续为您深入探索最热新闻话题 请大家继续关注本节目 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临近 民主党内部针对现任总统乔拜登 是否应该继续参选的讨论日益激烈 近日多位众议院高层民主党人 开始公开呼吁拜登放弃连任竞选 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关注 背景 乔拜登目前已经81岁 年龄和健康问题 成为许多民主党内成员担忧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拜登在任内推动了一系列政策 包括抗击新冠疫情 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变化应对等 但其年龄和体能状况 仍给一部分人带来了不确定性 民主党内部对于拜登是否能够有效地竞选 并击败潜在的共和党对手 如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顾虑也因此日益增强 此次呼吁拜登退出竞选的主要声音 来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哈基姆·杰弗里斯召集的高层私人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 纽约州的杰罗德、纳德勒和乔·莫雷尔 华盛顿州的亚当、史密斯 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马克、塔卡诺等 多位高级民主党人 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和反对意见 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 部分民主党议员认为拜登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不佳 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拜登竞选能力的怀疑 而且这些担忧并非仅限于众议院 据报道 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也计划讨论拜登的竞选前途 数据介绍 目前已有五位民主党众议员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而更多的议员则在私下表达了类似的忧虑 这一趋势对于民主党试图在2024年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努力 构成了潜在威胁 根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民主党助手的说法 这次私人会议是相当残酷的 反映出党内对于拜登是否是最佳候选人的深刻分歧 历史 自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建立以来 现任总统通常都会竞选连任 这不仅仅是因为现任总统拥有更多的资源和知名度 还因为党内通常会支持现任者以维持权力的稳定 然而 乔拜登面临的挑战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多数现任总统 年龄和健康状况 使得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选民和党内成员的担忧 尽管如此 拜登并未表现出退出竞选的意愿 拜登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 他是击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 并且他在任内的政策成就 可以为他赢得连任提供有力支撑 拜登本人在周末的多次公开场合中 也重申了自己将继续竞选的决心 总结 拜登是否应该继续参选2024年总统选举 已成为民主党内部的一个重大议题 随着更多的民主党高层成员公开表态 这一问题可能会对民主党的选举策略和未来走向 产生深远影响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 这一讨论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 最终决定拜登是否会成为民主党的最终候选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我们来谈谈乔拜登是否应该退出总统竞选 我认为拜登应该坚持下去 毕竟他在面对新冠疫情时表现出色 领导美国走出了经济困境 你们知道吗 他的基建法案可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之一 这可是搞得风生水起 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江山 楚天书 你这话可真是够给拜登撑腰的 但你也不看看他在辩论中的表现 简直像个迷路的老头子 你说这是不是像慈禧太后晚年 老化且失去控制 而且根据最新的民调 拜登的支持率已经跌破了40% 这可是事实数据 不是我瞎编的 谢琪琪 你这么说可真是笑死我了 你提到支持率 别忘了历史上很多伟大的领导人 都曾经面临低支持率 比如林肯在内战期间 他的支持率也跌到过谷底 但最终他还不是带领美国走向了统一和繁荣 拜登的政策也正在发挥长期效应 现在下结论 未免太早了些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拜登是现代版的林肯 可问题是他已经81岁了 体力智力都在衰退 这可不是什么秘密 连他自己都说 我知道我看起来像40岁 但我已经做这个很久了 这是不是像个老大爷在强称 要是让他再干四年 还不成了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丘吉尔那样老当欲壮的 哈哈 谢奇奇 你这话真是让我笑得肚子疼 你说拜登老了 那咱们就来看看特朗普 他也不年轻啊 还要卷土重来呢 拜登可不像特朗普那样搞乱国际关系 拜登重建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信任 这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 再说了 拜登的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也在旁边顶着 这不是双保险吗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拜登的竞选经理了 你提到卡玛拉哈里斯 拜托 他的支持率也不怎么样啊 这就像汉高祖刘邦 身边一堆不靠谱的将领 能打下天下吗 而且民主党内部都在起哄了 这可不是我说的 据统计 已经有五位民主党议员公开呼吁他退出竞选 这可是他面临的实际情况 不是我瞎掰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吧 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激烈的政治肥皂剧 瞧 拜登的连任竞选正如一场连续剧 高潮迭起 这周开始 越来越多的民主党国会议员 对总统拜登的竞选表现表达了不满 甚至呼吁他退出竞选 这不仅在党内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还让吃瓜群众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在民主党少数党领袖哈基姆 杰弗里斯的主持下 一场私人会议开了起来 多位议员对拜登在辩论中的滑铁卢表现感到头疼 纷纷提出换人 参与者包括杰罗德、纳德勒、亚当、史密斯、马克、塔卡诺等重量级人物 这阵仗可想而知有多热闹 会上 大家对拜登的连任前景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甚至有议员笑称 拜登老兄 你看着年轻 但心不在焉啊 拜登也不甘示弱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教堂服务中呼吁支持者保持团结 甚至幽默地说自己看起来像40岁 这位81岁的老人还是很有自信的 真是老当义壮 他表示 如果大家团结一致 他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不过 尽管拜登在努力打气 但无法忽视党内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 周六 拜登还和竞选代理人开了一次电话会议 再次强调自己不会退出竞选 并承诺将更加努力地竞选 但话说回来 这种我就是不退的姿态是否能够消除党内的不满 还真让人怀疑 五位民主党议员已经公开呼吁他放弃连任 这样的压力可不是闹着玩的 随着国会重新召开 面对面的会议增加了讨论拜登竞选前途的机会 一些议员担心他是否能在剩下的四个月竞选期内撑住 甚至能否再在白宫待四年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否击败那个老对手特朗普 随后 CNN报道了哈基姆 捷弗里斯召开的另一场会议 会上更多高层议员表达了他们对拜登的担忧 这次会议充满了对民主党选票可能受损的深切担忧 甚至有人提出应该让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成为候选人 这场会议真是刀光剑影 充满戏剧性 杰弗里斯听取了各方意见 却没有表态 真是听声不表态 心里有数 不过 并非所有民主党人都在反对拜登 比如马克星 沃特斯和鲍比 斯科特就表示了对拜登的支持 这场政治大戏中 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 让人目不暇接 最后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这次私人电话会议上 更多的高层民主党人呼吁拜登放弃连任竞选 这让拜登的竞选活动雪上加霜 拜登是否能够顶住压力 继续竞选 还是会被迫放弃 这场肥皂剧的结局还真是难以预料 总之 这场政治闹剧看的人眼花缭乱 吃瓜群众们 坐稳了 继续看戏吧 做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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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